各位同仁請就座開會 第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第25次的會議記錄 已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 請大家參閱 各位同仁對會議記錄有意見 會議記錄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的議程有兩個 一個是聽取報告 另外一個是宣讀議案交付審查 全部報告完畢之後 就是市長跟財主單位 還有我們的審計處長 發言之後 請議員可以舉手 按照順序來發言 時間是三分鐘 現在開始要聽取報告 首先聽取106年度市政府施政報告 與本市106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即附屬單位預算案編制過程 首先請市長報告 謝謝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非常謝謝議會 各位議員 就高雄市政府 就高雄市政府106年地方總預算 來提出一些簡要的報告 那以下我僅就106年總預算編列的概況 來做一個說明 高雄市106年地方總預算案 整個稅入的編列約1216億元 稅出的編列是1289億 整個稅入稅出的差短是73.09億元 連同這個年度的債務還本35.5億元 編列公債還有社稅的收入是108.59億元 來做一個民評 在中央分配的裁員上 我們看到中央已經逐步 正視整個南臺灣 整個南北均衡的問題 第一步是解決勞健保欠會的爭議 減少高雄在一個不合理的負擔124億 那另外從中央補助總裁員來看 除了統籌分配款 必須是有公式 他們一定分配的公式來決定 除非修法 或者很難變動之外 在一般性的補助款 計畫型的補助款 明年總共都補助高雄 將近59億 這些都是足以表示 我想對於高雄財政的困難 中央漸漸地來回應我們的訴求 另外市政府每年必須面對退休人員 18% 18% 優惠的存款 106年 我們必須編列18%的優惠存款 必須編列47億元 人事會跟法定的支出 自然的成長 大概是9.76億元 還有我們償還勞建保會增加19.31億元 再加上平均地錢的盈餘 明年腳庫的數目減少了7億 整體來說 市政府就算都不做什麼 106年就必須面對 多出來的36億支出缺口 必須來迷品 增加市政府在編列預算上的困難度 那儘管面臨這麼多的限制 那市政府的財政制律 債務的控管 從來都是非常嚴肅去面對 所以我們在106年的總預算案 市政府盡力來達成以下的目標 來跟議長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說明 第一 我們堅守財政的距離 我們控制整個舉債 不成長 106年稅入稅差的差短是73.09億元 比較105年的差短是73.46億元 減少了0.37億元 我想高雄市政府已經連續6年 在整個幾債的部分逐年下降 第二點要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說明 我們是在資本支出上來增加 106年資本門的支出 207億 佔我們稅初的比例 為16.06% 比較105年的 14.89%更高 主要是投入 主要是投入 生活圈道路1億3千萬元 留意中和核治理治水的計畫 是6億元 還有捷運 紅線R11 鋼山火車站等建設計畫 總共15億元 展現市政府在持續在一個資本門上 建設高雄的決心 那第三點說明 我們簡略的第二億倍金 1億元 我們希望這一億元 能夠轉投入基層的建設 我們今年預算的籌編 比往年更困難 基於地方建設的優先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 決意簡略第二億倍金 1億元 轉投入整個基層的建設 來充實整個建設的財源 那第四點要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說明 是高雄市政府希望在更公平的基礎上 來照顧更基層的同仁 我們配合整個中央的施政 明年三節慰問金的領起資格 限縮為夜退縫 兩萬五千元以下的退休同仁 既攻工友 我們榮然按照原來的方式發放 一季明年可以節省八千六百萬元 另外 由於高雄市所有清潔隊員的付出 才能夠維持這個城市 整個乾淨的面容 所以市政府決定在一百零六年期 將清潔獎金從每個月六千元 提高到每個月八千元 我們跟台北 桃園 台中 三個直轄市 對於基層清潔隊員的獎金的提高一致 這樣總計增加了七千八百萬年 來照顧我們第一線 最基層的清潔隊員的同仁 這是以上檢壓的報告 接下來要由我們的財政局跟主計處 分別就整個 稅入跟稅出的預算來報告 以上簡短非常感謝 也期盼議長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給高雄市政府大力的支持 謝謝 老大 謝謝 接著我們請檢局長報告 好議長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那接著由我來報告 我們下肯年度 106年度 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 收入編制的情形 那我們整個總收入的 明年度我們一共 總收入是一千三百二十五億元 其中稅入是一千兩百一十六點四億元 那社稅收入是一百零八點五九億元 就是稅入加社稅收入 就是整個總收入一千三百二十五億元 那我們明年度的總收入 跟今年度 上年度就是今年度的 比較清醒 那總收入的部分 增加了八十六億四千多萬元 那其中稅入的部分 增加了八十六點三三億元 那社稅收入的部分 增加了一千三百萬元 那其中稅入的部分 分成三大項 一個是稅客收入 第二個是非稅客收入 第三個是補助收入 剛剛報告 稅入整個是一千兩百一十六點四億元 那稅客收入的部分 這個部分包括中央稅 跟我們地方稅 一共是七百零三點四七億元 比起今年度的六百八十七億元 多了十五點九億元 就是十五億多 那非稅客的部分也有六項 整個收入是兩百一十四點八七億元 比起今年度的兩百零一 點二八億元 增加了十三點五九億元 那補助收入 這裡講的補助收入是 一般性補助 跟計畫性補助 一共兩百九十八點零七億元 比今年的兩百四十一點二三 增加了五十六點八四億元 那接下來 詳細針對稅客收入的編列情形 跟各位報告 其中地方稅的部分 一共有六項 等一下我會再主意說明 地方稅的部分 我們一百零六年度 編列了三百九十二點二五億元 比起今年度 增加了三十八點五三億元 那中間的三項是屬於中央稅 遺產及正義稅 我們照分成 我們明年度大概可以分成到十億 十億 比今年的九點四八億元 小漲了五千多萬元 那中央統籌分配稅的部分 明年度是兩百九十點八四億元 比今年的編列的三百一十三點八七 是少了二十三點零三 這邊要特別說明了 跟剛剛市長講的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這是預算編列的問題 因為在今年度一百零五年度的 預算數還包含了 我們在一百零五年度的中央統籌分配稅管 還包含了一百零三年度 我們因為中央超收 所得稅還有營業稅方面 增播給我們的二十二億多 所以會達到三百多億 所以這邊是少了二十三點零三億元 這個都是按公司計算 其實在核定數方面 只少了零點二億元 這個詳細情形 如果議員要詳細了解 我會請同仁跟議員個別說明 這是整個 那營酒稅的部分相差不多 那特別稅客就是我們所制定的土石採取稅 所以明年度編列六千萬元 比今年的七千萬元少了一千萬元 那地方稅就是表列的這幾項 地價稅、土增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 氣稅、印花稅還有娛樂稅 我們市政府可以說的地方稅就是這七個稅 當然比較重要就是前面這四大稅 包括地價、土增、房屋還有使用牌照稅 那各位從這張圖可以看出 明年度的地價稅還有房屋稅 比今年度的預算數 這是講預算數 地價稅方面可以增加28.5億元 那房屋稅的部分可以增加7.15億元 其他的變動不太大 但多多少少都有增加 各位詳細看這張表 謝謝 那非稅客收入的部分包含六項 包括罰款、規費、財產、營業營利、捐獻還有其他收入 那罰款的部分整個19個局處 加起來明年度是編20.65億元 當然其中最大宗的是屬於交通罰款 我們還是編15億元 跟今年一樣還是編15億元 整個來講是20.65億元 比起今年少了3000多萬 那規費是編了55.17億元 財產收入編了69.08億元 這個財產收入的部分 我等一下會進一步說明 營業營利是編了28.33億元 兼限級正義收入編了16.66億元 其他收入是編了24.98億元 這是整個非稅客收入六項總計是214.87億元 比起今年度的201億 增加了13.59億元 非稅客收入的部分要跟各位特別說明 在今年就罰款我剛剛講的交通罰款的部分 我們還是跟今年度一樣編15億元 這兩三年來 我們每年就是收15到16億元之間 我們也沒有增加也沒有什麼減少 每年大概就是這個額度 那第三項要跟各位說明 財產收入我們增加了14.43億元 大家可能會懷疑說景氣不是不好嗎 我們為什麼還增加 其實增加的部分不是在出售土地的部分 財產售價的部分 我們財政局編 今年是編39億元 明年因為景氣 我們因應景氣不是很好 我們何時明年編29億元 比今年還少了10億元 那這一項增加的主要是在權力金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幾個地上權的案 還有委外經營的案 都已經條件都成熟了 但明年度我們預計可以收入的 包括捷運 澳子底站旁商業區開發案 就是舊榮法這個我們財政局辦的 我們分三年收取的權力金 我們明年預計我們市庫的部分 我們可以收入15億元 那觀光局的聯潭湖辦休閒旅館開發案 我們預計明年可以收入5億元 那小港醫院委外經營的部分 可以委託經營的部分 我們可以收入4億元 所以這些權力金一共編列了24億元 整個財產收入 雖然財產售價減了10億元 那這方面增加了20幾億元 所以整個明年度的財產收入 比今年還增加11.43億元 是這麼來的 那營業營餘的部分 各區處編列的情形 我們大概跟各位報告 地震局的平均地鐵基金 我們明年度編14億元 比今年的21億元還少了7億元 那教育局的基金 我們請他腳鋪6億多 交通局的停車場基金3億 都發局的都發基金 我們請他腳3.61億元 大概是這個額度 其他變動不太多 請各位參考 那補助收入 我們在預算上的所謂補助收入 中央統合分配稅是歸列在稅客收入 補助收入是指的是一般性的補助 還有計畫型的補助 那一般性的補助呢 這裡核定數是多了一點點 但這個也包括了一些零零星星的 預算編列有點不一樣 一般性補助在預算面上 是編了157.78億元 計畫型補助是編了140.29億元 比起今年度的82億多 82.56億元是增加了57.73億元 那計畫型補助主要增加的 有幾項 下面文字上所寫的 就是剛剛市長也有提示到的 就是勞健保簽費的補助 我們明年度中央 一共這幾年給我們120幾億元 明年度第一個年度給我們26.13億元 比起今年度我們原來編的 一點點增加了將近25億 就是增加了24.99億元 那捷運局的紅局線跟環轉清拐 增加了16.47億元 這是增加不是預算數 是比今年度增加 那社會局的社會福利等補助 包括長照各方面的補助 增加了7.39億元 還有交通局的一些計畫型補助 增加了4.91億元 所以整個計畫型補助 明年度比今年度多了57億多 就是剛剛市長所講到 新政府成立之後 逐漸重視到我們高雄市的需求 也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多的大力資源 那以整個中央補助狀況來講 一般我們來講的 包括中央統籌 整個來講 財政部的中央統籌 還有主席總處的一般性補助 還有各部會的計畫型補助 整個標合定情形 我跟各位報告 那三項的補助 加起來中央統籌 合定的是279點多 那一般性補助是138億多 那計畫型補助是140億多 那整個明年度 整個這三項的中央補助 總共是558.29億元 比起今年度的499.48億元 足足三項增加是58.81億元 也就是明年度三項的中央補助 比今年度足足增加了59億元 好 接下來跟各位議員報告的是 整個債務編列的情形 明年度整個公債級設計 我們是編了108.59億元 其中債務編本的部分是35.5億元 比今年的35億元多了5000萬 那近幾屆就收支差短的部分 我們編列的是73.09億元 比今年的73.4多 還減少了3700萬元 這是實際增加的債務受支差短的部分的預算 實際我們還是把它減少了3700萬元 那整個債務的狀況 整個依照公債法 中央財政部給我們設算的 我們明年度的舉債上限 是前三年GDP的1.83% 這樣算的話 我們明年度的舉債上限是 3035億800萬元 那我們到明年度為止 我們所編列的累計未長餘額是 2552.65億元 所以我們到明年底為止 預算數 我們的舉債的空間 剩餘的舉債空間 還有482.43億元 那我們今年度的舉債空間 原先在預算報告是490億左右 所以我們舉債空間 現在的維持在400多億到500億之間 那整個債務占債線的比是84.1% 這是整個我們明年受限債務 這樣的編列完全符合公債法的規定 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幾個年度 從縣市合併100年開始 99年12月25號 從100年開始我們整個舉債的預算跟決算數 在這邊列表給各位議員做一個說明 像從100年我們預算數從165億多 然後逐年我們在預算數 逐年我們在預算數 逐年165、160、135、125、114 那去年是114預算數 那今年是73.46 明年我們編出來是73.09 這是預算數 我們就逐年控管 把債務控管逐年下降 那我們決算數呢 就比預算數 我們還是更強力的要求 在各局處共同合作 在市長、副市長的領導之下 要求各局處共同開源、結流、配合 那我們決算數還比預算數 幾乎每年都可以省個20幾億 甚至去年的決算是省了30億 就減少了 各位看減少數有24億100年 100年減少了20億多 103年減少了20億 去年的決算我們減少了30億 那今年因為還有一個半月要執行 我們也希望能夠比今年的73億多 還能夠減少下來 這是整個我們遵照財政紀律 在市長要求之下 各局處合作之下 我們努力的一些成果 當然整個舉債數還是有微幅增加 但是我們已經在債務控管方面 我們已經達到初步的成效 我們的財務也漸漸走入穩健的階段 以上跟議員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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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計處報告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旁聽席 旁聽席有來到很多貴賓 各位同仁還有師傅 各位師傅的列席主管 現在我們的旁聽席有兩個團體 很多貴賓 坐在這裡我來跟他們做一個介紹 第一個團體是 即使阿彬特赦提案的團體 我們的領隊是鄭新駐議員 蕭永達議員 還有我們的貴賓 我們的旁聽席 裡面的所有的鄉親事長 第二個團體是 自由台灣黨 由他們的領隊 李宗佩貴賓 鄭重德先生 莊明良先生 陸洪隆先生 以上兩人的團體 很多鄉親事長在旁聽席 我們兩人的祖母 cooper生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現在由主計出來報告 106年度地方總預算案的筹編 經過以及主要的內容 那106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筹編 在實質收入成長有限的情況之下 為使我們的預算具體反應施政理念 並提高資源運用效率 那更續實施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 在今年的4月下旬 我們就核定各主管機關106年到109年度的 中程概算上限數額 要求各機關落實零機預算的精神 通盤檢討現有施政計畫的優先順序 而即實施效率 然後有效整合各項預算的資源 那各機關在5月中旬就變成了該算 那經本市市府組成年度計畫預算審議會議 通盤檢討審查 那最後並請各機關除現職人員 代議跟法定經會以外 對於業務採取緊縮的失文 那緊縮減量再減了百分之一 那使編成我們106年度的地方總預算案 那主要的預算的內容部分 在106年度我們稅入編了1216.41億 較上年度增加了86.33億 那稅出的部分編列了1289.5億 較上年度增加了85.95億 約增加了7.14% 那稅入稅出差短是73.09億 比上年度減少了0.37億 已經連續6年收支差短下降 那收支稅入稅出差短數連同 債務編本35.5億 一共是108.59億的差短 以發行公債及設計收入迷平 在稅入預算來源別編列的情形 稅入編列了1216.41億元 稅客收入就佔了57.83% 罰款及歸位收入佔了6.24% 財產收入佔了5.68% 補助收入佔了24.5% 其他收入佔了5.75% 那再來有關於稅出的部分 以稅出正式別來看的話 那我們所編的稅出預算裡面 以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最多 佔了整個稅出的34.05% 那社會福利支出佔了18.85% 居第二位 經濟發展支出佔了14.56% 居第三 那一般政務支出就佔了9.63% 那我們就在106年度的稅出預算 教上年度增列了85.96億裡面來分析的話 那社會福利支出 編列了187.75億元 教上年度增加了36.16% 增加的幅度達到24% 那主要是增加排水 黃紅 還有補助捷運建設基金等 再來是退休府系支出 編列了64億 較上年度增列了4.26億 主要是增列職工的退輔金增加 還有勞工準備金 也都編了一點多億 那其他支出編了25.56% 這是我們的預備金 災準金 還有一些公務人員各項補助的部分 那今年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栽準金配合預算 稅出預算的1%增加了0.78億 那也簡列了第二億 被金1億元作為整個建設經費用 好 那現在再看看我們 稅出機關別編列的情形 那各主管機關 稅出與教育局主管編列421.24億元 佔了32.67% 那社會局編列了156.68億元 佔了整個稅出的12.15% 是居第二 那市府的部分就是 包括退府及公務人員 各項補助幕僚 有38個區公所 這個部分編了148.6億元 佔了11.53% 那再來就是警察局 編了97% 佔了7.53%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整個經資門編列的情形 經常門編列了1082.361 佔整個稅出的83.94% 那比上年度增加了58億多 那其中中央補助跟回饋金 就增加了38億多 市籌款的部分增加了19.82億 那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償還勞 健保及欠款的部分 資本支出編列了207.14億 占整個稅出總額的16.06% 比上年度增加了27.91 那其中中央補助跟回饋金 增加了21億 市籌款也增加了6億 大概6億8 那我們再看看 資本支出編列1億元以上的主要項目 在捷運局的部分是洪極線路網建設有17.28 那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編了8.2億 在水利局主管的部分 流域綜合治理編了12.44億 還有鳳山鳥松大樹齊美 還有鋼山橋頭污水工程就變了10.59億 那南子區的污水下水道系統BOT就變了8.3億 再來是高雄臨海南子污水下水道系統 編了4.42億 再來決定海岸縣整治計畫編了3.9億 那全市排水部分編了1.35億 中區污水廠的設備管線更新管理 編了1億元 再來是公務局主管的部分 鐵路地下化編了7億 大寮和發產預言區連外道路編了5.67億 再來林園忍耐路拓寬工程編了3.67億 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編了2.23億 再來岡山區 縣道186本公環東路至荷華路拓寬工程編了1.93億 那路足復興路就編了1.77億 全市道路級附屬設施改善編了1.65億 人武八德二路拓寬工程編了1.59億 國道10號 那延伸到46縣銜接186甲的部分編了1.55億 永安保興二路拓寬1.35億 那林園公 公園開闢工程編了1.35億 再來是本市道路搶修養護編了1.32億 他入住高死一線拓寬1.29億 那在教育局主管的部分 那學校的零星工程及設備 汰換的部分編了4.98億 還有學校的興建工程等 編了4.45億 在交通局主管的部分是補助公車業者 車輛太舊換新舊邊的4.07億 在衛生局主管的部分 是小港醫院的擴建有4億 農業局主管的部分是果菜市場擴建有3.66億 那海洋局部分的是 中嶺港東防波體延長工程1.04 那再來是大樹行政中心的工程就1億 那再來我們看看附屬單位預算的部分 那附屬單位預算還是106年度 有25個基金 那我們依他的屬性來看 以業權型基金來看的話 總收入編了88.56億 總支出編列了90.15億 那整個收支相抵的話 淨虧損1.5億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 土開基金的短處 短處了21億多 那其他的基金是有剩餘的 那在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編列了3.1億元 那主要是醫療藥品基金 編列了長照大樓興建工程 及儀器設備的部分 就變了1億5千多萬 那輪床公司有環保署補助的 泰幻渡輪有0.53億 在開發費用編列了43.6億 主要是平均地錢基金 辦理205併工廠的區段徵收 還有本市94、95期等 勢地重發的開發 那另外一個就是資金轉投資 高雄銀行有6.45億 那在正式型基金的部分 基金來源編列了2776.22 基金用途編列了2781.36 淨短處5.41億元 那短處的部分 最主要是交易發展基金 它動用以前年度的稅計 基金余額來做一些 業務跟設備費的添購 那再來 構建固定資產及長期投資 編列了55.76億元 其中交易發展基金 就編了17.52億元 那主要是辦理學校的設備 校舍興建等工程 那捷運建設基金編了36億多 主要是辦理紅極線路網14.4 輕軌運輸建設14.2 鐵路地下畫71 那以上日本市106年度 整個預算案的編列情形 報告完畢 敬請貴會鼎立支持 並於指教 謝謝 謝謝主機處長 針對剛剛的報告 接著我們請邀請 審計處江處長上晉先生 來報告 針對本市104年度 地方總決算案 繼附屬單位的決算 的相關的報告 審核報告 請處長就報告台報告 議長 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市長 副市長 還有市政府各單位主管 還有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還有觀眾許賞的女士先生 今天由我高雄審計處 處長江上晉來報告 104年度高雄市地方總結算 審核報告 口頭報告 今天報告的內容 主要有六大部分 第一個是 稅入稅初結算 審定數以預算式的比較 第二是稅入稅初的收支平衡 還有第三 稅入稅初的施政計畫 還有審核的綜合成果 還有重要審核意見 最後報告結議 首先報告總結算部分 稅入結算審定1114億元 叫預算短收4億元 稅出結算審定數1億1999億元 叫預算減少34億元 審定那個稅入稅數差短84億元 債務還本有34億元 合計119億元 經理社稅收入119億5387萬元 來吃飲結果 收支米瓶 還有 試飲試業的結算部分 審定那個總收入 2億555億元 那個總支支大概2億 9,645萬元 純損大概9千1萬元 教育算增加虧損5276萬元 回憶內特種基金部分的結算 審定總收入2,529億元 總支支2,539億元 短處10億元 較預算增加短處5億2,866萬元 金資本的收支部分 經常收支剩餘51億2,469萬元 資本收支短處135億7,859萬元 稅數稅數差短有84億5,389萬元 有關公共債務部分 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長餘額 2,406億1,2萬元 未滿一年的公共債務未長餘額 157億5,630萬元 公共債務未長餘額 總共達2,563億6,632萬元 有稍微上升的趨勢 有關稅數稅數的施政計劃 施政計劃共有540項 已完成有402項 74.44% 上載執行有138項 列管的計劃部分 列管重大建設計劃共有113項 總計劃經費有2539億元 年度可支援預算數182億元 執行結果 執行是132億974萬元 執行率有72.33% 其中執行率未達80%有37項 有關策略績效部分 市府這邊編定衡量指標有735項 評估績效良好則有664項 績效合格有41項 績效欠加有20項 審核的綜合成果 補徵稅款有6158萬元 採購收回扣罰款的金額有6988萬元 修正簡列的稅數通知腳褲有36萬元 修正增列稅數通知腳褲有222萬元 效能性審計方面 提供財務場增進效能 以減少不經濟出資的建議意見有10項 依法通知上級機關長官並報告檢查案有2項 再來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總共有提出12項 以稅數稅數差短稅逐年遞減 但是因為年年差短稅仰賴幾屆資運 所以公共債務會場也有融在持續攀升 引貸加強預算編列及資金 來改善財政結構 我們從剛才這個表這邊來看 大概從104年大概從138億降到84億 市政府真的是在這邊有做一些重大的改進 再來長短期潛藏債務會場儀而之部分 大概從100年從2032億 大概每年大概有100億在地增 到104年有2563.66億元 第二 進來校園安全風險有地增的期數 就是因為921正在以後 就是崇尚校園開放政策 所以校園都變成有一些沒有圍牆 以利益穿透性的空間 所以這邊我們來提出 就是以你來審慎評估保險 人力安全維護能力等配套措施 及各校區的區域特性 作為結構形式的殘跡 來降低風險 減輕校園安全維護的負擔 最主要還有比較需要改善的部分 就是不完全的圍理 還有無圍牆的校園 影響教職員在安全管理 還有欠缺維護 還有校園圍牆在改造設計時候 要一代來審慎評估校區的特性 採用無圍牆的設計 還有校園安全的風險 來降低校園風險 第三是改建老舊校舍 還有辦理校舍拆除 還有新建工程 能夠營造校園友善安全的教學環境 也可以保障私生安全 維護受教權利 但是在施工管理的這方面 還是要加強來注意工程品質管理 第四 為確保大眾使用天然氣的安全 來委外辦理公用天然氣 輸出設備的查核 但是在查核的比例 還有歷年通報 瓦斯漏氣建樹控管 有可能要注意 來避免影響公共安全 在這方面 就是說 第一 公用天然氣的事業未定期檢查 用戶管線 還有公用天然氣的輸出設備查核 大概只到了14.29 沒有辦法確保全部的公共安全 這個大概看起來 整個家庭用戶大概有25萬8千里戶 商業用戶有4千里戶 還有工業戶有475戶 第五 以設置道路挖掘管理系統 來立即使控管道路挖掘的進度 確保道路品質 來維護公共安全 但是在管理業務的執行 還有需要帶改進 就是說 這個挖掘的時間的控管 來避免老百姓刑的安全 再來有關食品安全 這邊有成立專案小組 來注意食品安全 但是部分控管機制 容然有一些需要來配合改善 就是說我們在金額的部分 大概都是仰賴中央補助款的比例 從這個表來看有稍微見證的趨勢 還有已經建立追蹤的管理資訊 佔辦理加速的比例 大概還有百分之六十幾 在福島食品追蹤追蹤管理 建立的情形這邊也沒有達到還沒有達到百分之七十五 這個還可能要注意一些有沒有切漏的地方 再來擴大地區 擴大公共腳踏車的營運管理規模 提供民眾使用低汙染印記的公共服務 但是在整體建置營運管理的部分中 有一些再來考慮能夠達成永續經營 我們從那個圖來看 大概營運的支出大概稍微有增加 營運的收入也有增加 但是收支的平衡 在每站設立的戰術也有增加 但是每個站的平均使用人數稍微有降低 這個在整個效率各方面 可以去再多一些注意 第八點 辦理那個勞動檢查業務 對事業單位抽查比例逐年上升 為部分事業單位受減的那個 那個力還是偏低 然後沒有一規定來建置這個職業案件 衛生管理系統或管理單位 有待檢討改善 這個是有關於 來注意這個勞動檢查場所的這個案件 大概我們從這個表格來看 大概我們高雄市104年這邊有這個保險 統計的人士大概有4623 如果這個可以再減少的話 也是對老百姓有幫助 再來第九就是大眾捷運系統 那個洪急路線網製的建設計畫 那個捷運運量已經提升 但是還是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還有在這個大寮的機場 還有北機場這個開挖比例 應該再來謀求這些永續經營 這個我們從這個圖裡面來看 大概104年這個易估 要使用人士要達到17萬 大概我們這邊實際已經有提升 今年大概16萬已經有提升到十幾萬 好像最近有改進 再來就是執行道路交通自信 還有交通安全改進 是像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較上年度有減少 但是這個執行情形的話 就是說在A類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所謂A1類的那個交通事故就是說 發生事故在24小時內死亡 還是當場死亡 還是24小時內死亡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這邊從這個七速度可以看 大概警察局這邊 大概有在這方面的維護 還有交通的維持這邊 所以人數大概一直在降低 從那個100年的250億已經降到175 但是有一些如果還可以再強化的 比如說有關那個規定 來提送交通維持計畫 還有針對那個依照式入口的那個 來做一些M-O的改善更加的措施 第十一就是徵庇那個 入外平面停車廠 鼓勵民間那個興建停車廠 來紓解那個停車需求 但是在規劃設置 還有使用管理那個成效 還可以有精進的空間 大概有一些管理的 譬如說這個無照營業 還有登記的數量 還有這個停車的數量 還是說跟都市計畫裡面那個停車廠 位置與實際需求未盡相符 有一些可以再做一些精進的措施 第十二是梗系推動那個坡地水土保值的治理工作 來落實那個國土保育 但是在這個水土保值 EU的推行 融有一些需要加強這個橫向聯繫 來強化這個違規案件的查報 來確保這個水土資源的保護 譬如說在這個微緩水土保值案件 這個要避免注意那個 不要延宕這個查跡失效 還有以繳納空氣污染管 這個位置山坡地的 為擬跡這個水土保值計畫來施工 有帶來強化這個違規案件基地 還有水土資源的保護 以上是折藥的報告 那個重要的觀點 那詳細的內容 還有在那個總結算審額報告裡面 以上請盡請那個議長 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謝謝審計處江處長的報告 今天的報告的部分到這裡 那各位同仁 針對預算跟決算兩個報告 有沒有意見 針對預算跟決算 如果要講其他的議題 我們後面有提案的時候 可以再來發表 您對於其他議題的意見 針對預算跟決算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要進行交付審查 好 現在是休息 那交付審查的時候 請各位相關的主管不要離席 那休息五分鐘 不來是休息五分鐘 請稍後 按照 我先來 讓我再給我 收拾 2 4 4 3 4 4